看什麼 鐵達你好囉 好吧 走吧 可是你不會哭吧 等他看他心情不好怎麼辦 那不能去哭 你就幫我擦眼淚吧 辣椒 嘟嘴 溫柔婉約 你可能還是比較習慣 這樣的洪秀柱 我以為你什麼意思嗎 你這樣太過分了嗎 怎麼樣 我真的打你 我跟你講 你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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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秀就打 我要打囉 我打個頭要你打 小辣椒的嗆辣 比本土劇還激情 上節目不用搞笑果 因為洪秀柱演的是他自己 小辣椒並非浪得虛名 個兒頭不大 聲音很亮 尤其開口罵人 驚天動地 他罵人就很厲害 其實他不用很近地罵你 看遠遠遠遠講 徐孝春 看到有一個老師 站在路邊 然後遠遠地指著 那個托拉鼓跟他講說 你們慢一點 曾是洪秀柱的學生 徐孝春爆料 原來小辣椒的大嗓門 從當訓導主任時 就開始訓練 我沒有看過他的臉是慈牆過的 他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是熊啾啾氣昂昂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身高不是很高 但是他的高跟血 一定有一定的高度 然後當他通過教室的時候 就好像所有的 那些阿兵各頓 看到指揮官來 都還會行注目了一下 支婷婷的腰桿 硬邦邦的藤條 不用看到本尊 就夠嚇人 小時候都 大家就叫他 女暴君 我記得他已經都有拿一隻 這麼長的那種 那種藤條 我不記得到底有沒有被他揮動過 但是我一直記得 我看到他 我就 他在哪裡 我就往逆向跑 就對了 儘管回憶不太美麗 但徐策順 為謝施恩 自願替洪秀珠站台 還要免費教台語 不過網路插畫家馬來摩的新作品 卻影射洪秀珠 曾因為學生頭髮太長 動手呼巴掌 被打的 正是馬來摩的媽媽 有些奇怪的作品 敢說敢當 你就告訴我你是誰 是我絕對不會打學生的這個發掌 請爆料者踹共 捍衛清白也很帶勁 嗆了往事成了新興話題 起碼證明 小辣椒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記者公信民網站 台北採訪報導